原标题 美国人曾引以为傲的 现在却不堪一集 美国华盛顿邮报网站 10月28日刊发题为 一团糟最新民调显示 大多数美国人认为 政治分歧与越战时期 一样严重的文章称 一项最新民调显示 七成美国人认为 美国国内目前的政治分裂 至少与越战时期一样严重 特朗普的总统任期进入第九个月 华盛顿邮报与马里兰大学 联合进行的民意调查显示 民众对美国政治十分悲观 对美国民主的自豪感也有所下降 调查发现 七成美国人认为 特朗普政府运转失常 但这种不满远非 仅仅针对行政部门 更多的美国人占八成 认为国会运转失常 对媒体等其他机构的信任也很有限 在调查中 14%的美国人说 他们认为政客的道德和诚实 下得上优秀或良好 低于1997年的25%和1987年的39% 12%的美国人认为 国会议员的政策是基于依靠核心价值观 而87%的人认为他们基本上为了赢得连任而无所不用其极 总的来说 美国人不仅对国家政治感到失望 而且对美国人以文明方式讨论政治的能力感到失望 近期的一些调查显示 美国消费者信心今年攀升至近十年来的最高水平 看来经济问题并不是导致 人们对美国政治体制感到不满的原因 调查显示 对美国民主运转方式不感到自豪的美国人比例较三年前翻一番 从18%升至36% 对于民主的不信任不仅限于对特朗普持强烈批评态度的人 此次调查发现特朗普的支持者当中也有25% 对美国民主运转方式并不感到自豪 两党的大多数人都认为美国当前的政治分裂至少与越南战争时期一样严重 多数美国人认为美国政治已经触及一个危险的低点 Article Adlist打开参考消息客户端看更多外媒资讯 DTH500PXSRVHTTPN Sign in CM Translate 20171018 JM QF Finvex 7718399 JPG QR Mark Y IMG Size 640360P P我就看看不说话 欢迎转发分享 P Article Adlist 责任编辑张言 Amen